郑爵寺大士爷文化祭活动 除了弘扬宗教文化 并推广竹山优质地瓜 也隆重办理推广地瓜多元美食记者会 呈现由地瓜所制成的各式料理与产品 与会者也十分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为地方带来热闹氛围 更促进地方农产的推广与行销 促进经济活络 郑爵寺办理官衣大士审队 人老办理文化祭活动 为地方带来人老氛围 而为了能够推广竹山优质地瓜 也规划了地瓜多元美食记者会 与证公所及中华民国全国技术联合会 带来独样由地瓜所制成的各式料理与产品 三圣爵士在今年更此年举办大四野文化祭 基本上也是希望能够带动市中心的繁荣 我们也希望借由宗教文化的推广 把我们竹山的地瓜推广出去 所以我们举办这个地瓜创意料理推广的这个记者会 所以我们邀请了中华民国全国艺厨协会 来帮我们竹山的地瓜做一个推广 让大家知道原来地瓜也能够创意这么多的料理 让我们的竹山的地瓜再次的扬名 扬名出去 竹山镇长陈东牧表示 透过此次活动分享 让民众懂得如何用地瓜吞出美食 感谢庙方的用心规划 带动地方农产行销 也欢迎民众踊跃前来竹山 购买优质地瓜 地瓜也是竹山的最重要的竹山三宝之一 那今天特别介绍的地瓜 除了有林平美食的一个专家来烹饪 很好的一个地瓜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产品之外 那重要的是介绍出我们竹山的一个 道地的一个地瓜 还有的品种 以及所做出来一个相对的伴手驴 包括有地瓜面 有蜜地瓜 那还有地瓜薯片 这样之类的 还有番薯包 这样的一个伴手驴 能够让乡亲到竹山来游玩的时候 知道整个地瓜相关的一个系列产品有哪些 能够吃得安心 带得高兴 买得欢喜 此次大视野文化祭 能够结合宗教活动 推广地方优质农产 带来热闹并活了经济 先远蔡孟儿 刘浩也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我们今天专冬 我们台湿亚苗签 请到真正赞的读书 来跟我们分享说 寒季如何煮 营养健康又好吃 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到我们的 正确是 在伴依大视觉文化 既然来对我们竹山 地方产业的一个推动 希望借着这个冬产品的推动 可以尽加我们的第三含季的销售量 让更多人知道番薯可以怎么做会更好吃 希望借由这样子一个推广地瓜美食的一个活动 能够让许多人能够借由地瓜能够看到竹山的特色 能够借由这样子地瓜的一个美食 不仅可以感受到地方的大世界文化祭的一个用心 还同时也可以行销竹山 那不仅这次活动的话 大家一起共享盛举 我也请募集了一些地瓜的一个面条 一起来参与这次的活动 那也希望借由大家的群策群力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文化祭 它办得非常的精彩 与会者也十分肯定活动办理用心 为地方带来能到氛围 并促进地方农场的推广与行销 促进经济活络 记者查世奇 竹山采访报道